选举在本港时间星期三展开 民调显示 执政民主党处于不利形势 共和党有机会掌控参众两院 总统奥巴马把握最后时机 前往两个州助选 李燕尼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尽最后努力 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造势 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为候选人沃尔夫站台 奥巴马抨击共和党的科伯特 不为男女平等发声 又反对提高最低时薪 出席完竞选活动返回华盛顿时 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机舰故障 奥巴马和团队要改成另一架飞机离开 但行程没有受到影响 奥巴马早前也在康尼迪各州 为进驻连任的州长马洛伊拉票 但在发言期间 多次因为谈及移民政策 被在场的民众打断并质问 听听 听听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好事 就是大家可以说 像我之前说过 这总是有趣的 那些人在召唤 不明白我们其实支持他们的问题 那些人不支持他们的问题 是那些人在选择战马洛伊拉票 所以他们必须去讨论他们的讨论